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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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等贼寇已被我们包围 放下武器 让尔斗不死 放下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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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不放下武器 你个诛杀 放下武器 放下武器 让他们去见田父子 对 去见田父子 走 走 起来 快走 快点 快走 相传春秋末年 孙子兵法的作者孙武 因为帮助吴王和吕赢得了博取之战之后 归影到了吴国的一个小山村里 他在这里带领村民 休息五倍 操练兵法 于乱世中 护佑着一方的安宁 这个时候 他已经用回了自己原先的甜性 被村民称为田父子 报 田父子 流寇已复获 请您发落 为何 劫掠我们的村落 我等是吴国的士兵 跟着吴王打了很多年的仗 受了伤 军队要前我们回家 这连年作战 遣散君资不足 遣散君资不足 我们只好一路乞讨 若是讨不到 便只能抢些粮食 我早说过 福兵久而国立者 为之有也 夫子说的 什么意思 连年累月的打仗 还能立国立民 天下压根就没有这样的事 对 你是什么人呢 别误 晚辈 萨贝宁 因为读了您的书 特来请教 我的书 先生 做的兵法呀 稍等 好 给他们一点粮食 让他们回家 沿途再勿劫略百姓 谢田夫子 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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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知道我曾做兵法 将军祖上本为田氏 后来因为立了战功 被齐国国君赐姓孙 宁明孙武 做兵法十三篇 后世称为孙子兵法 被奉为典籍 我在此地无人知道我是谁 你竟对我了如指掌 你说你来自后世 两千五百年后 两千五百年后 两千五百年后啊 五国 五国 越国 楚国 齐国 打来打去 他们都不在了吧 都不在了 现在都属于一个国家 叫中国 哦 如此甚好啊 天下黎民应该能过上好日子了 您说得对 你说你读过我的书 那你读到些什么呢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作何解啊 军事是一个国家的大事 事关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 不能不仔细研究啊 所以啊 国家要备战 要重战 还有呢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 善称 是获取和平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 你还读到哪些 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知彼知己者 百战不殆 攻其无备 出其不易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这些应该都是您说的话吧 你说的有些句子 居然是我 想补进兵法里面的 看来你真的是来自后世了 正是 你来询我 所为何事 先生被后世称为 百世兵家之师 晚辈此行特来请教 先生为何要做兵法 我 我生于君士世家 我生于君士世家 和国国君所赐 祖父立下了战功 这是对咱们家的褒奖 为什么要打仗 为什么要打仗 来 过来 如果别人要打你 你要不要还手 要 要 这和打仗一样 别人要打我们的国 我们就要还手 要打败他 这样才能保护我们的家国 我们的敌民 祖父给我取名武 就是这个意思 品歌为武 祖父打来一辈子仗 就是希望 能过上太平的日子 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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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这些被绑着的俘虏 叫做什么呀 用他们 换回我们被俘虏的将士 父亲是负责外事的情 这就是外事吗 上兵伐谋 其次伐骄 其次伐兵 其下工程 外事和兵事 都是保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能用外事解决的事情 不用战争来解决 嗯 就是说 国与国之间要和平相处 要跟朋友 玩 说得对 那我也要学兵法 我也要学外事 兵法可以跟你叔父学 叔父 您怎么病成这样 我 乌尔 快离开齐国 叔父 您是齐国大司马 齐国现在正式乱局 我是要留下来照顾您 帮助我田氏一族 是想要先帮助我 你不认真 愿意 神 你不认真 王家知道 武儿应该去哪儿 去巫国 巫国日渐强大了 你定将 成就一番公义 快走 巫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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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 凌法之道 永远是我天使一族 立身之本 巫儿记住 指鸽为我 巫儿 要记住 天下虽安 望占地位 记住 记住了吗 巫儿 记住了 巫儿 记住了 天下虽安 望占必非 至鸽为伍 天下虽安 望占必非 离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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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父所做的兵法 融合历代兵家之道 得我田氏一族兵法精要 兵法之道守在人本 后世齐威王派大府 集成历代司马兵法 把大司马田阳居的兵法 也附在了里面 故定名司马阳居兵法 后世也称司马法 兵者虽为凶事 但兵法之道应尊人道 我听从长辈嘱托 逃出齐国 经历磨难辗转来到吴国 在一处茅庐隐居 前心修筑兵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何人 这是何处 你醒不来了 你是楚王派来杀我的人 不是 在下孙武自长青是齐国人 我父亲是齐国的亲 叫孙平 我祖父是齐国大将军孙叔 你是我救的 你救了我 齐国大司马 天壤局是你什么人 我叔父 齐国四姓之乱 你叔父被人构陷惨遭陷害 对 对对对 你知道吗 我见到你的时候 你一身都是血 还晕倒在水沟里 还晕倒在水沟里 坐 你叫什么 我叫 武云 自子虚 楚国人 我父叫武奢 楚国太子太父 其实你家的事我听说过 太子少父废无忌 陷害你父亲谋反 那给 是 是楚王听信谗言 杀了我的父兄 我侥幸逃出了楚国 一路被他们追杀 我逃到吴国 沿街乞讨 可是我都逃不来一碗饭 多谢你救了我 张清秀 别客气 别客气 其实我们二人的命运很相近 都是落魄流亡之人 你救了我 我一定不会忘记的 没事 给我 你 你在诸兵书 兵者 国之大事 死生之地 存亡之道 不可不察也 战争关乎于国家存亡 离民生死 要慎重对待的 兵无常事 水无常行 齐疾如风 齐徐如林 侵略如火 不动如山 难之如阴 动如雷震 都是我浅薄之剑 这怎么能是浅薄之剑呢 你可真是一个天才 如果写成这一部兵书 必将传于后世啊 吃粥吧 长青兄 依你大才 如有明主 得长青兄辅佐 将称霸诸侯 我 我不想惩罢诸侯 我只想把我田氏一族 兵家之道 诸成这部书 我父亲 叔父 如果见到我完成此书 定然欢喜 可是我 想昌命于诸侯 因为只有这样 我才能报父兄之仇 今日得遇长青兄 你我便是文锦之教 如有一日 我能得遇明主 必与你比肩 立不适之功勋 扬美名于天下 再来一碗 报父大 饭量也大 好 张青兄 如果你写成兵书 你有何打算 我 隐居山林 种地 主舟 隐居山林 种地 主舟 如有一日 我报了父兄之仇 我到这里 陪你 种地 主舟 不过 我负责喝 那我怎么 种地都不够你吃啊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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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可 你